周队长 魏老板又回来了 他刚才去哪儿了 去围支会见赵会长了 去见赵会长了 去见赵会长了 是啊 赵金哲不知道我们这次行动计划 估计不会有事 手机包一串 一个不能让他们跑了 行动 是 是 营长 天黑了 咱们差不多可以行动了 别着急 我先过去看一下 你一会儿告诉兄弟们 在我没回来之前 谁也不要轻举妄动 是 不跟你们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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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要 我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周队长 还是没有找到魏老板 我今天认识要见识 上后院看看去 上 走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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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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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阳大满 滚 霓裳 你没事吧 没事 他们是不是打起来了 八旅军把他们包围了 你们跟我走 是 你不会走 我不是 那我 有什么东西 你不会走 我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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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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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们拦着我看什么呀 我又不是犯人 门口都打起来没听见吗 我可以 我好 坊间有案到 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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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长 找到了 追 走 谁 我 警长 你们怎么才回来 你是什么情况 没什么情况 鬼子躲在炮楼 打了一阵冷枪 就没赶出来 影子部队呢 根本就没什么影子部队 营长 赵清哲被干掉了吗 没有 他们家里有日本人中兵把守 让他给跑了 营长 我去杀赵清哲这事 千万被我团长说 营长 我明白 你这也是为了抗日吗 什么 魏德利不见了 我们是亲眼看他反复药行的 行动开始以后 就始终没有见他出现 堵安堂口多人呢 安堂口那四个人也不见了 岂有可能是和魏德利一起被炸死了 有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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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舊维之会刺杀赵敬哲的人查清了吗 我们找到了一个维之会的幸存者 他亲眼看到的是十八蛋的欧阳大满 欧阳大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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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居然在一夜之间损失殆尽 就连你山口军都差点死无丧身之地 村木连队遭到十八团的完全阻击 这是我们的预料之中的 让我没有想到的 共产党的部队进入了封岭城 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我们居然一无所知 这就是共产党 我们最可怕的敌人 我要没猜错的话 只会这场战斗的 应该是我们一直在查找的刘青吧 山口军不是有一支帝国的影子部队吗 专门对付共产党 怎么到关键时刻无影无息了呢 他们的行动太突然 我们事先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情报 都说共产党深处规模 真是一点不佳 对了 赵会长了 他在干什么 对了 赵会长剪刀 他在干什么 到连筹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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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筹の 律连筹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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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筹了 他把它捂了 uyu限中 赵会长 您这么给他居功 不怕别人看见 有什么说法 我听说魏德莉是什么kelijk 他是中国的汉奸呢 不是 现在西元那里和正眼天雷暴呢 这两天我这右眼的老跳 您就不怕有什么暴力 会长 你这干嘛呀你 走 去哪儿啊 吃饭 心真大 赵会长好像在祭奠你们的榜里 你们的私交一直不错吧 不错 他昨天晚上干什么了 昨天晚上 维之会遭到了袭击 损失不小 苦肉计 苦肉计 不会吧 据维之会的一名幸存人员说 袭击赵家大院的正是赵会长的大仇人 欧阳大满 他只是运气好 逃过一劫吧 龚本君 我已经是死人了 你恐怕还得继续跟他打交道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他这个人肯定是不值得信任的人 但是肯定是值得利用的人 如果昨天晚上的行动让他指挥的话 我已经魂归故里了 山口大总 那赵夫人呢 是放还是杀 可以让他们见一面 我很想知道 他们说什么 赵会长 请 郭云 那我就不打扰夫妻二位见面了 谢谢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有人攻打方向城 德里奥行全完了 德里奥行 那魏大哥呢 魏大哥没事吧 郭云 咱们现在没有魏大哥 只有三口大佐 你别说气话了 什么气话 他把我的媳妇抓起来 我他娘的还得谢谢他 或许 魏大哥有他的难处 难处 他有没有想问我的难处呢 中国人不相信我 公本大佐也不相信我 现在连他都不相信我 要拿什么十几年前认识的教官来说事 给我硬戴上一顶红帽子 这算什么事 世界上还有天理吗 哎呀 非大哥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我估计是再见难逃了 啊 听说八路军还有十八团的人 把德里奥行为了个水泄骨头 别说是一个大活人了 那连只鸟都飞不出去 虽说 这山口道总不够意思 但是有一句话 我倒是信他了 说什么 有人进过他的地下室 谁 那我怎么知道 但我可以肯定 进去的人一定是个爆破高手 有人拿着炸弹 放在他的屁股底下了 完了 你这现在连个朋友都没有了 连个喝茶聊天的地方都没了 我只认识魏大哥 我不认识什么山口大佐 行了 人都没了你还叫什么汁啊 我现在积极了 人可以放 但是一定要盯紧了 只要把赵夫人盯紧了 赵会长就跑不了 她是我们找到柳青的最大的希望 大佐先生 您找我 赵会长 见到夫人了吧 见到了 见到了 感谢大佐对我夫人的照顾 有件事得跟你请示一下 我想顾些人啊 把德里奥行给清理一下 那么多废墟这种摆在这儿 实在是有碍完真 你看 我们维持会可以不要体面 但是大日本皇军 他绝对不能不要体面 您说呢 这是维持会的事 您看着办吧 那我就去办了 小语君 替我送会长何夫人 是 被换了 了 人生就有打破坏了 您的囚离 我来找了一天 杀猪杀屁股 一个人一个杀 我听说 你差点也为日本天皇尽忠啊 谁干的 你猜猜 不会是猪头满吧 大满哥哥是非得弄死我 不过他倒是帮了我 你想吧 整个山口组织 那么多老鼠窝 都被端了 只有我这儿没事 说不过去吧 有机会 有机会 我让封锐生找他 何秋 一会儿把那里边都清了啊 不能总这么着腾 再这么着腾会露馅的 咱会儿发现两具尸体 都是我们一份队队的 都得腹子躲完刀口的 枪子从背后打过来的 开一枪 让他山口被人救走了 来来来 你们两个 那里头清干净 快点 快点 怎么样 快拿过来 小心点 帮忙过来 来 帮忙 帮忙 帮忙拿过来 好 好 过来给包扎 好好好 先坐一下 安排就好了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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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抽点药 过来 刹着你 好 快 等等一下 完了 坚持住 安排就好了 安排就好了 班长 咱们的伤员 都是这些老乡们帮忙送过来的 给了咱们很大的帮助和支援 谢谢大家了 不用谢 你们打鬼子也是为咱老百姓好 这点忙我们应该帮 是 李铁助长那儿拿点钱 挖给箱子 是 长官 拿啥钱啊 咱们可都是自己人的 您问问 他们哪个是为了钱来帮忙的 老乡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长官 心意我们领了 你们呀 多杀点那个狗娘养的小日本鬼子 给我们报仇 比啥都强啊 地里边还有活我们先走了 走咱们回来回来回来 走了走了 这次的行动虽然有一些成果 从从体上抢不能算成功 尤其是一件三雕的计划 击不上等于泡汤了 期待的影子部队没有出现 山口支援也没有落网 这山口支援能够死里逃生 会不会是赵小雪救了她 不可能 战斗计划宣布以后 一直到第二天凌晨结束 我们一直暗中监视着小雪 连晚上休息 都是和护士小李在一起 他们根本没有离开山寨半步 不会是赵小雪 这些会是谁呢 十八团三营营长欧阳大满 亲手放走了日本特务山口支援 这个新闻啊 相信不仅会轰动整个峰岭地区 甚至会轰动整个华北的 我相信 你一定会成为大日本帝国的 一名功臣 小雪 我已经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 把您把膳事都干了 你什么时候履行你自己的承诺 承诺 什么承诺 别跟我装糊涂 乌云袋呢 你说过要把乌云袋给我的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我怎么都不记得了 你们耍我是不是 你有种再大点声 让整个十八团的人都听见 好逗你呢 好 其实那个录音带我早就已经销毁了 真的 因为 我们很快就会成为一家人了 我怎么会害你呢 你什么意思 那时候你才知道 大满去过封岭城 对 有人看见他 袭击了威士会 什么时间 就在到底赵航 战斗大响之后 他哪儿来这么大胆子呀 欧阳团长一向记录严明 这不是公然违罕军令吗 所以 我们暂时不能把这件事情 告诉欧阳团长 毕竟他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啊 杜佐先生 我是来跟您请命的 请命 如果您同意的话 我想完成我生前最好的朋友 魏大哥的遗愿 你能说得再清楚一点吗 他曾经说过 我曾经的教官柳青 共产党员 也是封岭地区抗日负责人之一 他想找到他 当时我不相信魏大哥 我以为他怀疑我 要强加给我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可是我现在最好的朋友 他已经为天皇陛下献身了 我不能再视若无睹 我想不惜一切代价 找到柳青 给他报仇 你走了 夫人怎么办 希望您帮我照顾好夫人 感激不尽 老铁 大满和赵小雪的关系怎么样 他们俩从小关系就很好 彼此像亲兄妹 欧阳团长把小雪留在十八段以后 大满对他很照顾 最近听说 他们在谈恋爱 大满和小雪谈恋爱了 年轻人都怎么说 不知道是真是假 这样吧 老爹 大满的事情你可以暗中调查一下 但是千万不要惊动欧阳团长 他这辈子不容易啊 小满同志牺牲以后 如果他的儿子再出点事 明白 他答应了 真要他答应 就说明山口之源还要活着 你一定能找到他 对吗 对不起 顾月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只能把你当成筹码 放在宫门那儿 对不起 别跟我说对不起 我愿意当筹码 我不知道会有什么闪失 随时都可能有变化 其实最危险的那个人 根本就不是我 是你 静承 从我一开始 决定跟你离开十一军的时候 你就跟我说过 咱们只有百分之一的胜率 但是现在我们还活着 过了这么多年 都没事 这不是挺好的吗 我已经很满足了 静承 我是你的女人 我不想成为你的束缚 更不想你因为我 而缩手缩脚 我和你一样 都是战士 我也不怕死 郭云 别说了 静承 别因为我而分心 去做你该做的事 吃你以后 吃你吃吧 不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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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做一些东西 工作室 去想 Must 你要去找山口职员 有线索吗 没有 但是山口职员 应该跟影子部队在一起 找到了山口职员 就能找到影子部队 那顾瑜呢 顾瑜怎么办 你把顾瑜 点给公本打走了是吗 你马上回封岭 继续做你的赵会长 我们会想办法 查找山口职员的 听着 你们能找山口职员 山口职员也可以找你们 明白吗 你现在是山口职员的 最大的新患 根本就不是什么十八团 还有十一军 他们是冲着你的 风领纵队来的 那我们也不能拿 顾瑜的性命做赌注 顾瑜是个战士 他不是绥经家属 既然是战士 就随时都要有牺牲的准备 赵清澈 你 这话不是我说的 是顾瑜自己说的 相信我和顾瑜吧 就像你相信小满一样 刘老板 又出事了 什么事 我们藏在刘庄的二手眼睛军粮 专举的腾服专严 带着行为派去检查军粮的时候 结果在刘庄的外围中了埋伏 怎么回事 探寻 赵会长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昨天半夜打起来的 赶紧带我们去 是 请 陈队队长 请 走 驾 驾 又是影子部队 只有魏老板能调价出 这样的部队来 赵会长 有什么发现吗 啊 任先生 出误判断是一场误会战 中国人打中国人的误会战 有你那位教官的尸体吗 我看了一下 没有 要不你们先撤吧 我还要跟刘村律师会的人身后呢 刘庄他肯定会出现 如果你们在的话 他不被先认 赵会长 你别忘了 赵夫人 赵夫人可在我们手里 我夫人有您亲自看着 我很放心 撤 进 陈队长 怎么样了 通过专员还有一个警卫班的战士 全都牺牲了 这四季尸体可能是影子部队留下的 有什么新发现吗 你看 他们比当地的农民更像农民 山口职员培训出来的 山口职员很有可能还在凤凉成一队 也许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长有柳教官 我们的人不要出面 可是靠你一个人 等于是大海浪尘哪 我去找吴宋将 发动十一军的所有眼线一起查 我去找吴宋将 宋佐阁下 你又办了一件让我失望的事情 你本来可以查到那二十万斤军粮的 现在怎么干的 对不起 八路军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对付 我们的人 还没有跟踪到位置就被发现了 损失大吗 死了四个优秀的帝国士兵 他们都是一当十的 对不起 我不止一次地跟你们说过 八路军 才是我们最可怕的队手 赵会长 急着找我什么事 最近没有十一斤动静了 妈 当死无归 黑虎的事曝光以后 十一军内部产生混乱 大家都不愿意相信黑虎是内建 都认为是你赵会装家伙 我得先解决内忧才能抗击外患 解决了吗 基本稳定了 十一军在隔地的演戏还多吗 说 你想干什么 查一下为他例 风铃事件的时候 宫门大佐向华北总部发报 要求把尸骨连队调回来 一劳有疑地去解决风铃的问题 这功奔大佐 目光太短浅了 直着地认为 是八团才是他的心腹大患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的目光 还是要叮嘱共产大阁八路军 用我们自己的游击战和运动战 去对付他们的游击战和运动战 另外 针对欧阳针的战术行动 我们必须要尽快地进行 他的存在 对蜻蜓 是个最大的威胁 清风铃的地形 你们熟悉得怎么样了 基本上 不是基本上 这必须完全熟悉才行 是 可是攻打清风铃 不是攻门大佐的事情吗 清风铃的地形复杂 地势显耀 攻门大佐 要想完全建卫十八团 并非一事 所以 影子部队的任务 有两点 第一 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去干掉欧阳村 第二 要盯住 和你们一样 像幻影的八路军 攻门大佐 他攻打清风铃 八路军 不可能不出面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我要尽快地跟清廷联系 我听说你们部署非常周密啊 怎么会让魏了弯跑了呢 还不知道 很快就知道了 你常在外边溜达 处处地多加小心 十一军的眼线 不光能为你找韦德利 他们更希望抓到你这个罕见 你的身份不能戳穿 我也不好明白阻止他们 李 你先走了 走 这边 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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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司令 我们的兄弟 好像看到赵经哲了 在哪儿 好像就在这里聘 你还愣着干吗 去找啊 是 回来 通知我们各处眼线 赵经哲要找 魏老板也不能放过 因为魏老板是比赵经哲 更可恨的日本特务 明白了 是 知道了 是 走 进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的计划没有完成之前 你还得留在清风里 明白 日本日子茶也不错 赵会长 这几天辛苦了 回去跟夫人好好地团结团结 查找共党首要分子的任务 还要仰仗你呢 你放心吧 我一定尽你而已 先走了 回来了 让我抱抱 好几天都没见着了 我觉得他们很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啊 小野还有公本两个人的眼神不对劲 我觉得他们一定有什么阴谋 山口出现了 石谷连队已经调回 准备配合村木连队扫平清风岭 全歼十八团 还好 欲助共本军一战之功 山口军 如果你的影子部队能够配合 把握性会更大 他们恐怕不能帮阁下的忙了 我们富有共同使命 难道还不彼此吗 公本军 人有人的作用 鬼有鬼的作用 其他的歌 最后再把握心 wounds 走 人的声尔 在今晚回来 第一次SEN 像无法拒绝的一生 短暂却漫长 睁开双眼 闭上双眼 有一道光 是我能倾听到的地方 最初的天堂 灿烂的天堂 生生死死 心中明媚这永远的时光 清晨的阳光 路上的黑夜 一瞬间的摇晃 像无法拒绝的一生 短暂却漫长 睁开双眼 闭上双眼 不一道光 是我能倾听到的地方 灰处的天堂 灿烂的天堂 生生死死 心中明媚这永远的时光 睁开双眼 闭上双眼 不一道光 是我能倾听到的地方 灰处的天堂 灿烂的天堂 生生死死 心中明媚这永远的时光